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今天是 Friday 上午 每期8点半啊 做一个video 这个video可能没有片花和片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升级这个Catelina这个Apple的系统之后呢 我那iMovie的编辑呢 编不了声音了啊 它出现点bug了 所以呢 咱们就说是这样也节约一点时间 跟大家可以多说点那个最近大家关心的一些事情啊 今天我们先回到这个盘面看一下啊 今天基本上是跳空高开大涨啊 跳空高开大涨 很多的这个Apple创新高了一下啊 很多的这个个股啊 都是表现的非常的出色啊 在这呢 无疑呢 把这个空头啊打爆 今天的这个跳空缺 呃 缺口呢 我认为呢 意义呢 还是真是比较大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呃 之前啊 咱们在这个位置呢 呃 说过它要往下走 从这周的周一周二开始啊 它往下跌了一下 跌了一下之后呢 转身呢 周三开始 周四周五 基本都是往上的 往上的这 配合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配合一个吹套 就是一个贸易战啊 在这几天啊 如果在美国 大家也会知道啊 呃 很多的人 很多的这个媒体啊 就说是一会儿偏左 一会儿偏右的报道啊 就是 呃 满天飞啊 一会儿说谈判 一会儿说不谈 一会儿说提前回去 一会儿说不提前回去 一会儿说给华为机会 一会儿说 不带华为玩啊 啊 然后又说这个华为是重点啊 呃 这个华为要解禁啊 可能啊 这个我看最近的这个走势啊 可能 嗯 华为这个问题呢 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让资本们啊 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要不然啊 我看高科技的这些东西啊 也不可能涨了那么多啊 你包括这个 Semiconductor啊 他这个涨的也是比较好 最近的呃 纳斯达涨的 你看 就大跳红缺口 就往上走啊 这都说明了一些这个政策的预期啊 包括川普啊 在昨天就开始说啊 今天要跟 我们的那个 一个副领导人员啊 要 要见面啊 要开会啊 要见面好好谈谈 一般要见面好好谈谈 肯定是给市场啊 注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氛围和气息啊 所以最近的这个旁边呢 嗯 这三天的旁边的博弈色彩非常重啊 很多资金都在这里做啊 就像安迪 嗯 昨天发的那个picture一样啊 康门 就说是 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啊 但是安迪呢 是站在这个空头啊 站在空头 嗯 现在安迪呢 总结一下自己的思路啊 旁边找到这样呢 无疑呢 这个短期的这个缺口呢 给这个空头呢 就说是可以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为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就从这儿呢 就是给打止损出去了 但如果多头继续发力啊 把这个前高或乃至于前期的这个高点 甚至于最高的这个高点 像apple一样走出一种逼空的上涨 现在呢 我认为呢 或许他达不到啊 或许他达不到 但是这个多头开始涨呢 咱们 我无非呢 就认为啊 他可以达到啊 他想改变什么 首先呢 安迪说啊 他在这个地方 他之所以能够往上走的比较强啊 就证明了一点啊 在这个地方其实做空的人啊 资本还是比较多的啊 就是说在这个关头啊 我画黄圈的这个位置啊 做空的人的资本比较多 所以这个 大资本家们啊 要集力量啊 来让大家啊 就说爆一次仓 让呢 让呢 这些资本呢 啊 获利啊 这就是 嗯 他们的目的啊 短期他们已经达到了 并且长期呢 安迪认为呢 他们不想失去一种趋势的力量啊 这也是 嗯 从09年啊 大家可以看 从09年开始到这啊 安迪已经说这是20年的危机 其实安迪录了好多节目之后会说啊 一些美联储的事情 本来今天也想说美联储的那个货币政策注水QE的开始 对于危机的这种影响啊 是不是可以缓解这次危机 或者是怎么回事 嗯 因为今天的这个视频的盘面比较精彩 我还是回归盘盘面了啊 从下周开始可能会post上那些东西 他想让这个整个的指数呢 在一个箱体中运行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 他现在做的呢 安迪认为呢 他比较牵强 因为这个恒有必跌嘛 他是这样 但是无疑呢 他们也显示出来一种这个资本的决心啊 和态度 嗯 在这说两句政治啊 有些人认为那个P加价人是川普 然后 其实安迪早就在节目里说啊 这个没有这个好与坏啊 这个你像川普现在是 嗯 裹挟着经济 股市 裹挟着恐怖主义 来给自己拉选票啊 就有点没有共和党啊 就没有新经济啊 没有共和党啊 就没有新的美国第一啊 没有川普啊 就没有这个低失业率 没有川普啊 在世界就会陷入恐怖的战争啊 这往往就跟咱们以前听到的那种什么什么主义的宣传是完全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在这儿 一定大家要知道 不要跟政治做这个博弈对手盘 这是我始终在强调的啊 咱们一定还要回过来啊 看看市场和你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最近我也收到了一些人的这个提问和咖啡 我认为很多人 在这儿啊 都很多的人啊 提问的都是有损失的 甚至于比较大 甚至于有些人想在这儿快捞一下啊 快捞一笔 赌一次啊 都是被我制止了啊 一些错误的行为啊 我认为大家应该从我回答的这个回复的邮件中可以受益啊 在这儿啊 安迪要说现在这个位置回头看就是20年的这个高点啊 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前提啊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催啊 你现在就是这个水平啊 你现在就是这个水平啊 当然短期的博弈呢 这个安迪之前也说了 资本在短期包括一天 他肯定会打爆所有对手盘子 这也是实实啊 他们有这个实力 如果他们连这个实力都没有啊 他怎么当做事商 怎么控制这个市场 他怎么能让这个政治人群啊 向他们所预计的方向去发展啊 所以 最近的旁边的精彩啊 来回的震荡啊 就是第一从心智上 让所有的投资者啊 就是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啊 从这种混乱啊 慢慢的就是要到危机的转变了啊 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盘面来看啊 你看他这一收 他还能把这个月K下啊 都给都收扬了 就证明现在这个资本的力量啊 其实是一气合成的啊 所以在这呢 大家要记住啊 现在的市场不能用一些课头求见的经验啊 包括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经济学什么的 来解读这个 因为那些知识呢 也是这帮资本啊 孙子们啊 编出来 让大家看的 所以现在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定性啊 本性 就说是你是想怎么回事儿啊 这一点很重要啊 那这个好像说的有点走题啊 咱们现在回来 因为有些朋友问啊 所以一定要说一下啊 所以安妮在这呢 说一下自己啊 安妮其实在这块呢 做空的时候呢 这一波做空下来呢 是过利的 获利呢 并且已经啊 获利放在口袋里了 这一波上涨 说实话啊 短期这几天的上涨啊 是比安妮的预期要强啊 安妮没想到这个多头会那么的在全世界60多亿人面前就来那么一下啊 就是生硬硬的啊 非常生硬的 就说我们有钱 我们操纵 我们 你能帮我怎么样啊 我今天就要把你给打爆 你看行不行啊 那就可以啊 那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市场 你如果要是用堵的心态去跟他们做啊 你这一下你承受不了了 你可能就是面临的损失和巨大的损失你就出来了 其实他们要的就是你这一下 之后呢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惯性啊 你包括现在 今天其实有一个消费信心指数的数据啊 还是很不错 其实之后啊 又马上回到这个 呃 一些这个大公司的一些亮相啊 你包括我最近看的三星的手机的这个 呃 抛费的下滑啊 好像也超过百百分之五十啊 很多 你包括这个苹果的新手机啊 11 那个 我就认为它好像是苹果做的最烂的一款手机啊 它就卖摄像头就完了 我感觉就没有任何亮点 包括它的系统 我现在啊 认为它这个越升级呢 bug越多啊 这都是一个事实啊 都是一个事实 这但是不影响资本对他们的掌握和控制和引导啊 这是两件事 所以咱们呢 还是站在这个博弈盘口啊 来说 博弈盘口既然啊 多头继续往上走 这时候呢 就等于说安迪呢 投资这个市场啊 是不会加加那个开多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安迪呢 从自己的这个数据来看 没有任何价值 并且最近短期的这个多头的回股呢 也会遇见尴尬 首先就像安迪之前做空的一些个股啊 现在虽然从底部往上走 基本上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走得好的啊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一个升股 但是后续的资金还是会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你明就是现在美联储啊 阔表 本来这一期要讲一下这个货币政策啊 我放在下期讲啊 阔表 注水 开QE 其实在上上周啊 天天都可以 report report啊 往市场上 注了很多的资金啊 他都是在为了刻意的营造一种气氛啊 其实咱现在说啊 这三方美联储 白宫啊 白宫啊 川普 包括资本啊 其实都坐在一个板凳上啊 其实他们都坐在一个板凳上啊 咱们老百姓啊 都是站的的 就是都是站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咱们都给消灭了 就是那么简单啊 但是他们消灭了 不能以那个 嗯 就说是他们用一个网络单位 但是以人民消灭人民的形式来完成这件事啊 以民灭民 这就叫 你新民灭老民啊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认为呢 这个立场啊 一定要看清啊 立场一定要看清 多头的好日子或许没有几天了 我认为啊 如果像那么早不排除 短期政策面一配合 光光又往上走两下 乃至于创个新高啊 乃至于创个新高啊 乃至于创个新高 Apple创新高了啊 嗯 但是越往上走呢 安迪认为呢 他想脱离出原有的轨道呢 还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啊 就是说咱要是看月K线啊 它如果要是从这块涨啊 要是真是 他想脱离掉这个箱体啊 走出那么一个新的轨道啊 新的上涨的轨道啊 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第一呢 是资金 第二呢 是方向啊 这个方向也是很重要的 资金很重要 方向更重要 就说你做什么 什么东西可以支撑你 再往后面走半年啊 这有一根线啊 这是纯克舟球剑式的 每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在这个箱体里有一个45度角 它都会进行一次反抽啊 反抽呢 这形成了几个高点 这都是纯技术语言啊 并不代表它会那么早啊 反抽到这个上轨是吧 这已经好几个月了啊 它涨了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我最 我感觉最多也都涨半年 现在已经有五个月了啊 无非的再来一个月看看 再创个高点 嗯 现在的市场呢 一定要有那个pation啊 耐心啊 多头之所以发力啊 逆势来走 或者是营造气氛 就是让那些有信心的人开始动摇啊 这就是他们想做到的啊 有信心的人一旦动摇了 他们还会啊 营造一种啊 大家都买它在卖的一种过程 在那种过程中呢 就是真正的 他们就就就就就获利了啊 你看这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真是做的啊 牛 无非的验证了 还天天跟人家说谁操作啊 什么货币操纵国啊 那个操纵市场 把市场学定义成什么硅宝 其实呢 这个就是操纵啊 当然咱是老百姓说话啊 也就是听听而已啊 落脚点啊 现在是多当安理啊 不准备投啊 哪怕投一点都不准备啊 空单呢继续呢 逢高的家啊 就是那么简单 好 dude see you next one